3比2,中国女足上演大逆转,在亚洲杯决赛击败韩国,时隔16年再次夺得亚洲杯冠军 对于女足姑娘们来说,连续三场逆转取胜非常不易 赛后在社交网络上,她们也表达了自己的夺冠心情 提到最多的还是不放弃不抛弃的那种精神,只要坚持,就会有奇迹 决赛对阵韩国,王霜火线付出,她的伤势并未痊愈,也影响了她的发挥,第60分钟被换下 不过,在60分钟的出场时间里,王霜也是拼尽全力 水庆霞用张林燕换下王霜,也彻底打乱了韩国队的防守体系,完成了逆转 赛后,王霜晒出和主帅水庆霞,队长王珊珊以及其他队友的合影 直言,谢谢大家相信我们 就像是王霜在半决赛后说的那样,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女足,因为她们不放弃的精神 队长王珊珊说,我们是中国女足,我们是冠军 老将张欣写道,只要不放弃,奇迹一定会出现 连续三场逆转,这就是奇迹,也是属于中国女足的精神 每个人都尽了全力,女足姑娘们在这一刻是幸福的 因为她们的付出有了回报,理应直言,互相成就,顶峰相遇 这八个字,也是中国女足成功的关键 水庆霞上任后,争掉了现阶段中国女足的理论最强阵容 并且召回了很多老将,这一次亚洲杯,她们也扮演关键角色 我们可以看到张欣和楼嘉慧的拼尽全力 也可以看到唐嘉丽,马军,李嘉月还有李莹等人的贡献 水庆霞让中国女足,重新回到了正确轨道 当然,亚洲杯夺冠只是第一步 中国女足还要参加世界杯的比赛 按照安排,中国女足应该会在7日乘坐包机返回中国 然后前往苏州进行封闭训练 春节期间,中国女足给球迷们送上最好的礼物 期待未来更多人关注中国女足 坑敲玫瑰,可以持续绽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